南非小農村的九年級女學生赫拉尼 四點半天不亮就得起床準備上學 用撿來的柴混合牛糞生火 洗漱完畢還得走路兩個多小時 才能到達遠在十公里外的學校 每天進到教室已經筋疲力盡 正值生長期的孩子每天睡不飽 餓肚子耗盡體力走路去上學 學習效果當然不會好 這是南非貧窮郊區學生的日常 跨足路納塔爾省有三成民眾失業 靠救濟金生活 教育資源也很緊繃 二十萬學生家住在偏遠農村 每天徒步好幾公里 雖然政策規定 應該為家住學校三公里之外的學童 提供校車 不過僧多周少 省內有一千一百四十八所學校 排著隊在等校車 校長也很無奈 無論搭校車或者家長合資租車接送 孩子都得從偏僻的郊區 穿過荒涼小徑 才能到達主要道路搭車 跟全程徒步的孩子一樣 途中都可能遭遇搶劫 甚至性侵 此外 冬天的酷寒 雨季的大水 路況險峻都是威脅 過去也發生過校車死亡車禍 以及被洪水沖走的致命意外 家長只好設法讓孩子借助在離學校比較近的親友家 國際特赦組織二零二零年的一份報告描述南非的教育系統 身受種族隔離時期遺留的嚴重不均與長期表現不佳所害 現任政府也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當地的教育平權非政府組織 從二零一四年就開始積極幫學生們爭取就學交通幫助 改善相關的安全 疲勞與衛生問題 但教育體系就是無人傾聽 偏向學童的求學之路 仍然充滿不平等的障礙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